好,大家好,这里是零度解说 今天我们主要来说一下 如何恢复微信上被删除的聊天记录 和被删除的联系人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如何恢复被删除的聊天记录 今天我将提供三种不同的方法 可以最大程度的帮大家 找回完整的聊天记录 包括语音、图片、视频等 首先第一种 我们通过微信官方提供的恢复方法 打开微信以后 我们在个人中心点击设置 进入以后 我们打开这个帮助与反馈 进入这个界面以后 我们点击右上方这个帮助的小图标 现在我们只需要点击里面的故障修复 进入故障修复以后 我们点击聊天记录 最后点击确定 就可以恢复之前被删除的微信聊天记录了 当然下面的选项数据都是可以恢复的 比如这个联系人 绘画列表 朋友圈 聊天文件记录等等 因为微信并不是多那多加密的 所以这种恢复方法还是可行的 只要时间隔得不是太久 被删除的聊天记录一般是可以恢复回来的 如果你电脑端上的微信 跟你手机微信是同步信息的 那么你还可以直接在电脑端进行恢复 那样恢复的数据会更快 也会更加全面 你只需要点击电脑端微信客户端 左下方这个三条横杆 然后打开这个备份与恢复 打开以后 你只需要点击 恢复聊天记录自手机 然后选择要恢复的聊天记录 最后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但是前面这两种方法都有一个弊多 那就是恢复的成功率并不是百分百的 尤其是图片视频文件等 它只是用于 微信异常导致的聊天记录恢复 以及接触电脑端微信备份过的数据 如果你之前通过 手动清理内窗 删除垃圾文件等 那么通过以上两种方法 是很难恢复回来的 遇到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就需要介绍这款 奥媒微恢复软件 来帮你恢复 被删除的聊天记录了 下载地址 我已经在视频下方的描述哪里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为什么它的恢复效果 要比前面两种方法高很多 我们先给它下载下来 这里我们点击 开始下载 好下载以后 我们给它减压打开 进行安装一下 这里木轮安装就可以了 安装好以后 我们点击完成 打开这款恢复工具以后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数据线 将我们的手机 跟电脑连接起来 连接以后 在弹出对话框里 点击信念词电脑 好再谈话 就说明已经连接成功了 现在我们点击 立即扫描 它现在通过是这个 深入扫描模式 大概需要十几分钟 这个扫描时间 主要取决于你的手机 存储大小 在扫描的过程中 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它的恢复原理是什么 为什么它的恢复成功率 要比微信提供的方法高很多 主要是因为 现在大多数软件的聊天数据 都存放在一个叫做 SQLate的数据库中 微信也不例外 当从手机中 上处微信聊天记录以后 开始它直接将保存在这个 数据库中的聊天记录 从已使用标记为未使用 就好比一个地图软件 严育失误操作 错误了将一个带迁移 但还并未实际迁移的商店 商出以后 用户无法在软件中 搜索到该商店 但实际上 这个商店 还是实际存在的 只是你通过该软件 无法查询到AE 只有当商店实际迁移时 才是真正的查误之地的 也就是说 除非已经把手机 从出来出厂还原 否则的话 这个聊天数据 还是以一种特殊形式 保存在你的手机上的 其实它跟我们电脑 硬盘上的数据恢复 是差不多的原理 好 大概扫描了将近半小时 它现在已经全部扫描完成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能恢复的照片有2000多张 还有视频97个 和下面这个 备忘录 通信录 提醒事项 微信等 在微信里 可以恢复793条 被删除的聊天记录 恢复全部以后 点击恢复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这种第三方的 恢复软件 它们几乎都是收费的 但是费用也不是很高 也就几十块钱而已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 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么如何找回 被删除的联系人呢 其实恢复联系人的方法 有很多种 现在我们要介绍 几种比较常用的方法 第一种 打开微信以后 点击下面这个发现 然后打开这个朋友圈 接着点击自己的头像 进入到自己的朋友圈以后 然后我们点击 右上方这三个点 接着打开下面这个 消息列表 如果被删除联系人 之前在你的朋友圈里 点赞或者评论过 那么他的头像 还是会在上面保留的 找到他以后 然后打开他的头像 就可以重新加回来了 如果你知道对方的 手机号或者QU号 那么同样的 你可以通过对方的号码 重新加回来 但是还有更多的方法 我就不一一说明了 我会把更多的恢复方式 以及以后可能会更新的方法 给大家贴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 需要的话可以自己去收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